大家好,歡迎收看新一集的安東尼新手上爐 今集就跟大家說一下批長用的物料 大家在五金店都會看到以下三種物料 平底章,906,離子灰 我們DIY就不用菜膠腹粉 因為菜膠灰這些傳統的批長物料 一般都是需要師傅現場調製 優點是容易批,容易省,效果是有小一點 但缺點呢,菜膠其實是有機物 所以容易發霧,容易撞爛,也不耐水 其實平底章的成份都是菜膠腹粉 所以我們都是不用的 現成灰,有離子灰,開罐即用 優點呢,就是不容易發霧,不容易撞爛 內潮濕,內水 缺點呢,就是批下去沒那麼幼細 要多些功夫,比較難散場 請讓均勻